有粉丝问我对于快船和太阳这种的看法 我的看法很简单 4比0 太阳横扫快船 以下我来简单阐述一下太阳横扫快船的三点原因 第一 威扫对杜兰特没有恨意了 对一名智利低下的球员来说 激情是他在场上唯一的武器 但前两天威扫接受采访 不仅没有放狠话 反而狠狠夸奖了一番杜兰特 本来威扫对杜兰特的恨意 是太阳对阵快船的唯一变量 现在这份恨意也没有了 快船对抗太阳再也没有丝毫优势 第二 这个是季后赛 如果说常规赛的神规是杀的一千自损八百 那季后赛的神规就是杀的一百自损两千 你们别着急骂我 我给大家稍微列一下近些年神规的季后赛命中率 17年38.8% 三分26.5% 18年39.8% 三分35.7% 19年36% 三分32.4% 20年42.1% 三分24.2% 21年33.3% 三分25% 整整五年 只有在巅峰哈登的弹顶下 神规赢过一轮季后赛 其他的无一例外都是首轮出局 并且从来没有抢棋 三次一比四出局 一次二比四出局 输得非常干净利落 所以这也反向衬托出哈登的恐怖 竟然能带着龟哥赢一轮季后赛 今年就看伦纳德的C规纸了 第三 太阳对比快船阵容全面占优 论后卫太阳这边有布克保罗 你快船什么档次 论前锋 太阳这边有杜兰特 伦纳德虽然也有点东西 但对比阿杜还是骚迅一筹 论内下 太阳这边有爱顿 软丝软了点 可以比你主巴词好很多吧 起码心碎都不是一个档次 快船唯一比太阳强的就是替补 阵容深度上优于太阳 但内点优势可以忽略不计 毕竟这才是第一轮 双方精力充沛 阵容深度的优势帮助是最小的 甚至可能都不足以抵消神规的毒性 所以中上所述 90%的概率 太阳4比0横扫快船 如果杜兰特的念及就行 最多打个4比1 这也是阿辉纪国赛最喜欢的出局方式